现在时间是清晨的5点42分 在行政院里面已经是彻底的被清空了 所有的民众都是到了外头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 现在很多人在中午东路上头不断的在集结 看来似乎又要跟警方持续的对峙 不过这一场的抗争行动 从昨天晚上持续到现在已经长达了11个小时 真的大家都累了 那么原本一开始警方是采取用台人的方式 想要请抗议的民众离开行政院 不过效果不张 就这样搬了3个小时 现场的人一个都没有减少 那么警政室后来也下了通牒 天亮之前一定要进空 所以警方也开始有一波又一波的驱离行动 那么之后甚至还出动了镇报水车 那么朝群众喷洒水株 用这样的方式才让现场的民众离开行政院 不过有人认为警方的这个手段会不会有一点点太过暴力 毕竟在场的学生都是手无寸铁的 不过也有原警表示 其实呢就算他们手无寸铁 可是闯进行政院就是违法 对警方来说他们就是罪犯 群众一个接着一个从四面八方涌入行政院 趁警力来不及回房推倒巨马占领行政院 不过警方接到消息立刻大动作调派远警 因为他们再也经不起有任何抚越再失守 将一化铁了心要在天亮前夺回行政院 一波一波的驱离行动从凌晨十二点零八分开始 用事紧力包围静坐群众 气氛紧张学生高喊口号双方对峙 警察两人一组全副武装开始拉人 震报洒水车也悄悄的开进行政院后门准备待命 大家以手拉手的方式躺在地上企图地红栏 冲突越演越烈 优势紧力发挥效率 从后面开始粗暴拉人 想挡也挡不了 学生流血挂彩 场面混乱一一被抬离现场 而主建筑一二楼的学生也被拉出来 现场甚至有采访记者遭到攻击 不过就来这时候刚刚离开的学生又再度折返 无法顺利区民众寄出铁腕撒船车全面出动 行政院沦陷超过九小时 火爆场面持续上演 让这个黑夜特别漫长 暂顺台北东方报导 漫长的黑夜似乎没有随着天渐渐亮了而结束 看来现在在现场呢 很多民众还是决定要持续地跟警方对峙 那么在立法院这边有学生要送物资来 看来又是一场长期抗战 马上回来 上场 好